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所谓没有不雅就是说 他都有穿衣服 他只是他脸上有些表情比较特殊而已 那不太像小姨做 因为小姨那个是纯粹的色情的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有时候你做很多事情你要看到 因为大家都在穿 因为小姨做了蔡总统的不雅照 所以才会被那个 那昨天高嘉怡他们就去告了 那这种告是绝对成立 绝对会成立 因为只要你小姨做的 那你把人家做这样的灵异的妨害 那而且违反 当然因为他色情嘛 在刑法里面本来就是 所以小姨这回大概跑不掉 那为什么小董要讲这个 我要告诉各位朋友 其实当你做了很多 这种法律绝对不隆喜的时候 被媒体做大了 你就跑不掉 那如果媒体没有做大 或者媒体因为拖很久 或者司法把它拖很久 后面就会变小 后面就变小 那所以各位朋友 明天有个很大的案子要宣布 这个案子明天大家知道 我当然知道 是什么案子是怎么样 那我老实跟各位朋友讲 就是说你看台湾这些司法 有时候你看得非常失望 比如说今天上午 有一个人入监 当然就是赵建明的爸爸 赵建明昨天因为他怕记者 记者那个跟他 他刚才提前一间 记者就臭所不及 所以台湾很多事情 其实最主要就是跟媒体 兼得互动 你会大会小就是媒体 媒体把你抱很大 小意 哇你既然敢做这种事情 还拿总统开刀 你完蛋了 那这个就会引起大的风暴 所以关键其实常在媒体 然后媒体当然网路 都算在他广义的里面 那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这种效应 今天上午赵玉柱油四一 油四一买很多台开内线案的股票 他今天有备而来 他被办404个月 他说因为这个案子审太久了 所以只好减半 各位你知道司法的技巧 你又携到一招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司法审了很久 所以很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受了这十几年的煎熬 所以你们本来判八年八个月 有事一自己讲 我本来判八年八个月 因为他们省太久 说给我减半 我要判四年四个月 他是里面最重的 赵建明三年八个月 有事一比赵建明还重 那赵爸爸四年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 赵建明的爸爸赵玉柱 入监了 很多人就父子关在不同监狱 爸爸关台南 儿子关台中 那表示怎么样 儿子父籍放在台中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司法 要有一些了解 有一些常识要了解 那讲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了 游四一他今天有备而来 他很生气啊 游四一其实是很特殊的人 因为他过去跟金门 有很大奄言 金门有 你知道早年金门 有很多那种 什么茶室啊 或什么 那他们其实对 对这个都非常关心 而且有参与 那这个当然 在早年来讲 就是说 因为战地比较封闭 可是 你的 你做生意什么 的收入都会比较稳定 因为这些钱就跑不掉 金门人很多赚阿兵哥的钱 阿兵哥的钱跑不掉 你爸爸修补义务 他不会偷你的 他不会欠你的账嘛 他不会说 我下次再护你 我先拿走 骗你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骗你 你告到部队的话 他可能就要去坐牢 我们在金门很多家庭旁边有部队 他们就帮阿兵哥洗衣服 洗衣服 比如说一件一块钱 那阿兵哥也愿意啊 我自己干嘛洗了半天 还晒干 麻烦的要死 所以他们义务换下来就 拿到营机旁边的农家 后面人家说帮忙洗 金门很多人是这样赚钱 那有时候部队去做工 金门部队又找人要做很多工事 所以他们可能要去挖豪锅 要去干嘛 那些花钢石要把它炸开 要怎么样 其实也很辛苦 那辛苦的话 部队那个年代不税人工 公用你什么 最多水 老百姓我们叫做小蜜蜂 我们就推着车叫小蜜蜂 哇今天哪个部队在那边做工事 我们就推过去 卖利豆冰 阿兵哥很辛苦 你要吃利豆冰还是喝白开水 当然大家来买利豆冰 一碗两块钱 那甜甜的 哇好爽口 各位金门其实很多这样 那我们其实有时候看 那时候的两岸的氛围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金门现在有非常多的工 非常多的地下的坑道 那我读金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那个坑道刚好 我们那里也打通 我们高中的宿舍 金门高中宿舍通到金城车站 通到车阵好几公里你知道吗 他那个刚通的不准走 我想我都快毕业了 我以后都走不到 我就号召 我们金门高中的 的同学 走 大家跟着 因为没有灯嘛 我们就带手电筒 我下去走走看 因为我们宿舍啊 通到金城车站 好几公里 到底要怎么走 走走看 我们就拿了手电筒 大家就探险就去走 走一走就看 他里面有这标志 然后果然走到金城车站 那他想说 哇你们好 胆子好大 我说这个哪需要胆子 不用啊 只是里面没有灯啊 要打灯而已啊 人那么多 不可能里面有什么怪物 不可能这新打了 里面也不会闹鬼啊 对不对 你要说过去打死人 可能会有鬼的传闻 不会嘛 所以我 连我们金门高中都有 各位想想看 那其他那些村庄 当然很多观光客去看的都是穹林 穹林里面这样 四通八达 那个不是只有坑道 那坑道里面是 进去可以住人 里面有厕所啊 里面有会议室啊 里面很多 里面还有餐厅 还有什么 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厉害吧 那时候两岸就是这样 那有时候 我有时候看这些事情哦 我就想想起啊 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有非常多 那种战争的经验 战争的经验 我们也很知道战争的可怕 因为你总会有一些亲戚朋友 被打死 那这种炮弹一直打 打到什么时候 各位朋友 你想 哇 那不早早就结束了吗 没有早早结束啊 打到民国六十八年了 打到民国六十八年了 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多久 但是没有关系 小董的经验 当然不是多数人的经验 我的经验是很少人的经验 可是他毕竟是一座岛仪啊 那这座岛仪当然是一个堡垒 所以我昨天 讲到了古灵头 不免 就讲了比较多啊 昨天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到金门前线去 因为他知道 昨天是台湾光复节 对台湾很重要 对金门也很重要 金门是古灵头大学的 七十二周年 所以邱国正就去了 那邱国正当过国防部长 参谋总长也当过退伍会主委 所有这些金方的重要职务 通通看过了 这次罢免陈柏维啊 有人问我说哇陈柏维一定很难够 谁最难够 我说 我说 我说不是不是陈柏维啊 因为其实陈柏维本来是个小咖 虽然被罢免成功 可是他变大咖了 他的党就变大党了 我不骗你啊 因为所有媒体都在报这个 那他其实是一个 对不对 在立法院他是小咖小地形的 被民党使唤的 那谁伤害最大 蔡其昌 蔡其昌在台南 他想要操作 在台中想要操作陈柏维 不要被罢免 由他来领导这一场 打败国民党 那打败国民党以后 他明年就堂堂皇皇选 台中市长 对不对 台中市长他如果漏选 他继续干立法院副院长 他也不用辞气啊 因为他是立委啊 他去立委啊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 进可攻退可守 结果输了 他很难看啊 结果这一场罢免案 把激进党把它做大了 把陈柏维也把它做大了 那你说谁最开心 朱立伦吗 小董吗 不是 全台湾最开心人叫邱国正 因为陈柏维每次在立法院执行 就找他 故意羞辱他一下 邱国正不会讲台语啊 他外省人 外省人过去的路 你就好好读书 不然就去当兵啊 他就去当兵啊 那一路当兵 当了四十几年的兵 做到参谋总长 国防部长 都做了啊 可是因为他建村长大 他不会讲台语啊 陈柏维故意用台语 质疑他 要他翻译啊 要他旁边的 护手来翻译 老实讲 挑动族群嘛 所以大家看得很生气 我像邱国正也很生气 觉得你无聊嘛 你不必这样 语言互相沟通 就像我们到美国 我也很不爽讲英文啊 我英文很烂啊 可是我也只好 用英文跟美国人沟通 那你怎么办 因为他不可能会讲中文啊 我们会一点点英文啊 就这样啊 对不对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沟通啊 他叫你讲英文 是在欺乳你 不会 我觉得语言就是语言啊 那你已经盘算了 他完全不懂 我类懂中文 我类懂英文 我还跟他还稍稍可以沟通 语言就是沟通嘛 陈伯伟用来表演政治 所以 这种每天 挑起族群 挑起抗争的这种人 罢免刚刚好啊 所以下一个朋友 要挑 要罢免谁呢 朋友我们一起来罢免 临场走 虽然国民党 好像反应比较冷淡 但是没关系 因为 我也算 一点点万华人 因为我在那边上班也上很久 中国时报 对万华 我有非常强烈的感情 我每次讲美食 万华都是 第一个就被想起了 附近的美食吃片片了 那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在讲这些东西 你有感觉是为什么 因为跟你很亲近 跟你亲近就有感觉 跟你相关就有感觉 你今天电视打开 为什么都在报日本的 尊主公子要下架 这样就跟我们有什么感情 有什么关系 他下架关我们什么事 为什么所有媒体都好像放头条 因为日本跟我们近了 我们觉得说跟他感觉比较对 就这样 然后又是公主 对不对 公主 嫁给平民 就 他将来就不是公主了 他等于说嫁给平民 他以后就变成平民 那你将来 你本来在贵族 对不对 在皇室 每天国家要 每年 每个月国家要给你多少钱 养你 现在这些特权完全没有了 就是公主的身份就不见了 就他们规定 所以他有一些故事性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媒体来讲 这个就会有故事性 然后他以后就搬去美国 跟他先生就搬去美国住 这个先生也是日本人 那就说 他变成 大家会想说 为什么他 不爱江山 爱蓝人 不是美人 就会有这种故事性 所以这种就是故事性 那他里面又有参查政治的成分 因为日本跟我们近 那今天如果欧洲 哪一个王室 一个公主结婚 你可能就不会 有那么多的 媒体关注点 那在台湾 什么是媒体关注点 民进党最重要 民进党最重视 民进党也认为说 这个是关系到他挣钱 的心地 今天有一份民调报告出来 他有两个重点 台湾民进调查基金会 游英龙教授做了 他两个礼拜做一次 两个礼拜做一次 那他做的第一个政党支持度 第一是民进党 第二是民众党 第三才是国民党 各位朋友 有没有发现 国民党被 被柯文哲的民众党操约了 大家一定吓一大跳 哇怎么会这样 那国民党变第三党 我告诉你啦 选举不会这样 选举绝对不是这样 结果 每个人想都知道 对不对 柯文哲连 台中二选期 现在言宽人被罢兵 柯文哲的台湾民众 连人选都推不出来 他已经放弃了 他选举的时候 我们会参与 再算一算 没有胜算 而且没有人选 没有人选 那这个人选要留作什么 这个人选 应该留作选逸言 选逸言比较踏实 有逸言 一个选期 可以当选好几个 那如果民众党对外的诉求说 我们只提名一个 这个选期有六个 我们只提名一个 我很卑微的希望 支持我们民进党 没有民众党 请给我们一票 他可能当选啊 六选一嘛 那现在一对一来对决 他绝对没有胜算 他很清楚啊 对不对 何况人家会讲 你在罢免陈伯伟 你们民众党也没有动员啊 你们也没有 也没有号召啊 而且柯文哲跟陈伯伟还不错 说他是有为的青年 陈伯伟是有为吗 他名字有个为了 但是他是有为的青年吗 他三字经骂得比青年好了 我知道 他有什么专长 没有啊 对不对 他就每天大骂三字经很爽啊 他每天要大干啊 他每天这样啊 当然小董 小董我的大干是要大干一场啊 但是陈伯伟可不是啊 他都在羞辱别人的妈妈 那这种人当然就罢免掉了 可是我讲台湾民立调查基金会 游英龙 英龙过去是利盈的 他也想够党主席啊 他的对手是卓龙泰 那他当然输了 但是他本质上还是利啊 那他这个调查 政党的支持度既然是这样 可是这个不重要啊 各位朋友什么是重要 他有个调查 如果明天四大公投就投票会怎么样 通通会过啊 各位 媒体好像比较少报道这个 其实下来的燃力大对干 全民大对结 平民跟钱贵的对结 当然民进党跟他支持的这钱贵 他们可以受司法包庇 他们可以想尽荣花乌贵 包山包海 他们可以支持民进党 标到政府的所有工程 包括小小的一个广告都有 是不是 那什么时候要对干 12月18 所以这个调查 今天是10月26 各位朋友 离12月18 剩50天啊 那台湾民力调查基金会 调查出来 明天去投票 四项都会过 而且藻礁跟美猪 美国来客都把你的猪 你要吃吗 蔡英文在野的时候说不能吃 然后 蔡英文在野的时候天天骂马航酒 让美国的牛肉部分 部位可以进来 天天骂他 不跟人民沟通 不跟农会沟通 不跟人民团体沟通 这种人应该 应该透气 怎么可以这样 蔡英文宣布 美国牛肉进来 7年8月28号 没有任何人被他沟通 他就把党政要员找到总统 他就宣布了 没有任何人被他沟通 各位朋友 他骂马航酒的话 现在通通吞下去了 可是台湾人不在意 台湾人很 台湾人对民进党 对蔡英文都很好 蔡英文从来讲的话 没有一句算话 他每天讲谦卑 他说我们不要再清算什么 转型争议 怎么样 蔡英文的话 你都要用反话来解读 因为他每天故意笑笑的 其他背后讲的都是 都是心理反面的东西 最不可靠的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没有一样是 承诺是做到的 可是台湾人对他 因为他不会张牙舞爪 像小董会张牙舞爪 民进党很多人会张牙舞爪 小董骂人骂很凶 对不对 小董一定坏蛋 你看他讲话那么凶 面目真灵 蔡英文就是他不会 他都笑笑的讲 那他讲的都都不会兑现 因为他讲的都假话 小董每天张牙舞爪 我讲的都真话 可是很多人也不相信我 那很多人相信我是好几年以后 对不对 全世界311的新闻 只有一个人讲对就是我 全世界所有评论媒体的只有我一个讲对 没有人肯定我 又肯定我就表示他们很差 就这样 各位都是这样 是不是 我讲很多东西对 我挑战纽约时报 你那假新闻头版头 什么缓送中 一个少女眼睛被警察打瞎 是假的 纽约时报是全世界新闻的直牛耳 他是第一名最有公信力 假新闻 是不是 是假的 只有小董 小董讲很多东西是真的 我说反送中有人被砖头猴猴砸死 有没有 有啊 在台湾今天上午也发生 有个醉酒的人看到一个老阿伯 砖头就猴猴把他砸死 没关系 等你酒醒你说 我又会参与反送中 我的反送中这是政治事件 用砖头砸死人 除了香港那些反送中的小鬼头 民进党支持的那些垃圾人 民党自己本身是垃圾 垃圾支持垃圾嘛 他把那些火砸死 在台湾没有人报道 只有我节目在讲 对不对 你不支持我反送中 我在你身上点汽油 焦气油点火 什么城中城 我们直接烧人 城中城还是不小心烧出来的 对不对 香炉没有灭火 然后不小心烧了 至少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故意的 我们反送中我们是故意的 我们在他身上焦气油 然后再点火 我们活活烧汤 他虽然没有烧死 烧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伤 对不对 我们反送中是暴力 但是我们是政治 怎么能说我们是暴力呢 我们就被美化了 被歌颂了 美国人英国人全世界报纸歌颂我们 我们做个假新闻他们当真 纽约时报头版头 全世界 哇 好了不起哦 各位 小董每天再讲一句话 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五是畜生办的 全世界的媒体 同样的 百分之九十九是畜生办的 不能看不能信嘛 不能看不能信啊 你扮什么媒体 我讲的媒体都是真的啊 那别人扮假了 可是他量很大 大家都以为他们是真的 因为他们把他当作民主的选票 我们的票比较多 所以我们是真的 没有啊 一个事情的是非对错 黑白和你人都人少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黑跟白和人都人少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朋友都听小董节目 请帮我推广 酒吧新闻台 YouTube 谢谢 马上回来 好 怎么都好转到温暴 我今天要吃吧 刚刚 好 听众朋友问说 董哥 好想念你讲美食 讲美食小吃 美食喔 对 很久没有听到了 对啊 因为这是疫情啊 想说讲的也不切实际 你又不能进餐厅 对不对 来 好 来 谢谢道阳 谢谢 道阳刚刚我在东莞的时候 他也有过来 谢谢道阳 谢谢 他抖念两次 然后 韩雷山 是 那 他也是抖念我 他是 他是 旧爱听董哥 谢谢 然后 这个是新加坡的朋友 Kevin 他从新加坡来 他都 学习做人的道理 感谢 Kevin 然后 文森芳 他始终支持我 就 我到电视台 他也跟着过来 谢谢 然后 Glislin 他从美国 他说董哥是有良知的人 感谢 沈小费 他说董哥骂得好 辛苦了 谢谢 还有华龙 基隆小叶 基隆小叶 写过信给我 非常感谢 他送我一个图 谢谢 送泰德 泰德 董哥一个打十个 千万人 吴网瑜 真的很感谢朋友 我今天上午 我从中广来 我就特地烙记那个 唐公 因为他前天失火 骚光光 我就烙记看一看 真的是骚光光 好可怜 因为他遮疫情期间 他是蒙古烤肉 那蒙古烤肉是吴罩兰花园的 吴罩兰就是相声大师吴罩兰 那唐公这家非常好吃 他最好吃的就是 有一个饼你把它弄 好 东西弄进去 好 等一下 回来再讲 各位朋友 其实 有时候你看 天有不错风云 我们今天天气不错 对不对 大家讲 明天寒流开始要来 而且二十度以下 各位朋友 只有一天行情 这几天一直下雨 大家都连梯梯了 可是最开心的就是 我们罢免陈伯威成功 那下来我们要罢免林长走 那林长走 他的立法院的贡献度 比陈伯威还少 他立法院没有干什么事情 所以当他的选区 万华出了事情时候 他也没有出来申言 还要去陪陈时中去作秀 所以他最坚强的支持者 东哥就是 那个自治会的会长 看到他 当场火冒三丈 对不对 亏我那么支持你 结果 你也不替我们讲话 我们都被无名化了 被谁无名化 被蔡政府的官员 石崇良 卫福部的 副部长 在立法院公开讲 我们就是破口 各位朋友 谁可忍 他绝对不可忍 如果万华这样的话 谁敢到万华来买东西 那以后大家都不来 那我们还做什么生意 那当然是啊 所以林长走是被修理 被那个都是他的支持者 然后他们就出来发动罢免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 那有时候 我有时候看 其实在台湾政治人物 有时候也是起起落落 对不对 我们看最近过世的朱高正 当年那可是台湾第一战将 战舰也是战将 那当然我跟他是熟识 我昨天也拿了很 他的书给各位看 那朱高正当然 朱高正有时跟我讲 他那时候 冲撞 然后哇 台湾最大咖 那些老立委都怕被他撞到 因为他跑来跑去 冲撞 而且动武动出 所以我才会开玩笑说 你看你的书名叫 走在理性的钢手上 你一点都不理性 他们已经没办法了 其实了 朱高正有时跟我讲 他说其实 我讲的都是转述 但我相信是真的 因为那是私下聊天 他那时候忙着要死 他每次他回家 常碰到蔡英文在他家 蔡英文在朱高正家 为什么 因为朱高正的太太叫 邱曼儒 他跟蔡英文是同班同学 而且感情还不错 那 蔡英文那时候很小咖 很仰慕朱高正 朱高正那时候是很大咖 非常大咖 朱高正有时跟人家打架 然后住到 不晓得国泰还中山 因为我有去采访 应该是中山医院 因为他两个医院在旁边 我进去民营党 一堆人排队你知道 排队整个跟躺在床上的朱高正握手 致意表示说我来了 我看了哈哈大笑 我说你躺这样 就好像躺在棺材里 然后大家都来瞻仰怡龙 朱高正怎么乱讲 我说真的就是这样啊 只是你会伸手说谢谢 谢谢一个一个就握手了 就好像习近平 各国的大使这样一个一个排队来握手 或者拜登 一样各国的礼节都是这样 我说朱高正躺在那里 那躺在那里 我就说你这个很好笑啊 我说我感觉就好像在瞻仰怡龙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那时候蔡英文常来他家 那他说他非常看不起蔡英文 蔡英文是他邪妹 他说我们 我们那时候在做抗争的时候 会受伤嘛 他住院当然是受伤 别人受伤他也受伤 那我们那时候在抗争 其实是有风险 那时候要阻挡 民进党要阻挡 民进党很多人害怕说 会不会通通被抓啊 这种氛围 朱高正 在阻挡前啊 就要求 拿一张白纸要大家签名 他在上面写说我们要阻挡 赞成了请击手 大家不击手 好大家来签名 很多人吓跑了 然后就签了 签了到了 民国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 他们在开会 说我们到底要不要阻 很多人就不愿意 朱高正说不阻 让我们跟国民党要对抗什么 我们来赌一把吧 看奖金口敢不敢抓人 所以这是 他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说我来发起 我来推动 大家通常不要走 所以那时候大家 本来是没有要阻挡 被他这样一喊 他就阻了 就阻挡了 那这是有名的就是登高一夫 朱高正的登高一夫 那当然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你有时候做了一个捷径就影响一生 那朱高正因此被认为说 就民党创党里面他最有功的一个人 因为那时候大家在犹豫不竭 那那时候朱高正是民党里面最大咖的 他这大咖 他连党主席都怕他 都没有他的有威望 因为那时候台湾 所有整个民间反对的力量 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那是很不得了 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后来的变化当然不一样 朱高正最有名的话 最有名的话就是告诉你 政治是高营的骗术 他最看不起的蔡英文 是最如火存清 蔡英文就是最懂得 政治就是高营的骗术 蔡英文的师父有两个 一个李登辉一个朱高正 朱高正的政治是高营的骗术 那蔡英文现在完全学到了 什么叫骗术 2017年告诉你 我们2022年 基隆的轻轨可以到南港 到明年年底显然没有了怎么办 赶快换一个讲法 说我们要盖解映 要不然民进党选基隆的蔡世英 绝对漏选 对不对 人家只要说蔡世英 你们党主席蔡英文说 轻轨啊 轻轨在哪里 轻轨 林六昌下台之前会通车 在哪里 没有啊 连一铲的土都没铲啊 所以 政治是高营的骗术 蔡英文是高营的政治骗图 他告诉你 我们已经不做那个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解映啊 那听了你就很开心啊 有人要跟你借钱 你先借我一千块 我下个礼拜还你一千二 听得好高兴 下个礼拜没有还 我有一笔钱 要进来了 你再借我一万块 我下个礼拜给你一万二 哇 你知道哇 一个礼拜就可以 就可以都赚百分之五 五分之一耶 不得了 借他 又没来 下次啊 哎呀这笔钱没有进来 你先借我十万块 因为我这个钱 我要去转一下 那下来我还你十五万 你又借他 那最后 通通没有回来啊 你越借越多 越借越高 他的话数越讲越漂亮 然后呢 你越听越 越开心嘛 因为他承诺你的 是越来越多的利息啊 结果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是蔡英文 就是民进党啊 对不对 台北到宜蘭 交通好不好 哎呀 雪山隧道 大塞车 大家骂 那过去呢 过去你要去宜蘭 要做什么 要做九万十八拐 从平林那边 捞来捞去 对不对 那现在开了雪山隧道 你知道雪山隧道 民进党在沉水扁政府 捡彩捡了七次 这边 哦 稍稍怎么样 就去捡彩 那边什么样 就去捡彩 捡了七次了 雪山隧道 现在大家走了 叫 狗舞 对不对 狗舞 你看一个梅花 上面写一个阿拉伯 说字 我们要走雪山隧道 好 那你走啊 假日塞车 那假日塞车 大家怎么办 因为大家要开车啊 开车 你要去游玩的时间 都塞在雪山隧道里面啊 怎么办 所以 应该让大家 坐铁路来 比较方便 所以就叫做 北宜直铁 台北到宜蘭 直铁 如果直铁的话 不错啊 比平常坐舞车还快啊 那这个直铁就是 不要弯弯弯弯弯 走了一堆什么 新北市的一些小站 不要走 就直接走 哇 大家听得也不错啊 后来直铁不见了 因为沉漏都做不到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宜蘭人 我们告诉你 我们要坐高铁 从南港到宜蘭 直接高铁 哇 大家听得对宜蘭人都好啊 你看 对不对 花700多亿 对宜蘭人真好 可是呢 可是现在在朝什么 现在在朝 我们设站要设在哪里 专家的意见 很多专家的意见 应该设在宜蘭站 宜蘭 宜蘭县的首府叫做 县制叫做宜蘭市 对不对 应该设在宜蘭市 这边人口都啊 而且火车站本来就在这里啊 才能够共用嘛 等于这高铁跟地铁可以共用 可以互相转接嘛 对不对 万一你要是 你要到花莲呢 你在这里下车 走到楼下 就可以坐铁路级的 火车直接到花莲了 不用再转来转去 还要去叫计程车 或者去怎么样转接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嘛 可现在蔡政府告诉你不要 我们向众那个地方叫四层 四层在哪里 在豪远 还要再接驳个二三十分钟 为什么要在四层 因为四层那边 土地比较便宜 土地比较便宜吗 是不是旁边的土地都被人家买了 是不是知道消息的人先买了 等在那边囤 囤了这个土地就高铁站的 土地就花大财了 是不是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东西都是大家手共资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玩 原来他们讲的东西背后都有东西 政治是高营的骗数 蔡英文是高营的骗子 一路骗 民进党也是骗 民进党讲的东西都做不到 蔡英文告诉你 早叫要永存 为什么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 做着说明天投票 早叫永存 是骗子 给蔡英文给苏丁商火劫 绝对通过 而且通过是多少 百分之六十八左右 如果明天再投票 你要不要吃美猪 吃美猪大家更愤怒 为什么蔡英文不跟人民沟通 不跟党内沟通 直接就宣布美猪进来 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有压力 那是一回事 马航九也有压力 陈水扁也说他有压力 他没有答应 马航九也没有答应 蔡英文骗大家 因为我们前面的政府已经答应 我只好让他进来 所以陈水扁跟马航九跳出来说 我们从来没有答应过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答应 我们也有压力 那是蔡英文顶不住压力 就拿别人来垫背 不是我 都是他们两个 我只是替他们承诺 替他们做到 不是 因为你没办法抗压 你再继续骗 蔡英文 他最深懂 政治是高明的骗数 朱高正虽然看不起他 但是他显然学到朱高正 讲这句话的真谛 那他的真正的师父 当然是李登辉 李登辉一路骗 骗到底 买基金纯退休金 全民阴气 新的退休金 你哥今天要上什么其他节目吗 今天上大政治大报告 两点到四点 两点到四点的 YouTube的 对 中天 中天YouTube频道 然后还上五点到六点 很忙耶 大白话 新闻大白话 哇 新城满满 新城满满 真的 不会啦 有时候会这样 其实我原唱记者比较好 对 又要跑新闻的 对 来泰德的上面 是 谢谢 泰德 呃 呃 亚当 Yu 哇 他给我一根猫子 嘿嘿 好可爱 好 南喜 南喜 南喜是 他是 他是CAD 对 他是加拿大 加拿大 从加拿大过来 他还给我一张口 谢谢 感谢 很多朋友都很支持 我刚讲 我就去唐公 那唐公 因为唐公的那个蒙古烤肉非常好吃 过去蒙古烤肉就这几家嘛 陈基思汗啦 唐公啦 然后 后来因为 那个年代大家比较少吃肉 嗯 然后 然后 尤其大人带小孩去 小孩最喜欢去 嗯 肉随便你吃 又有汽水 以前可乐比较少就汽水 大家哇 都不常见 对 都不常见 可以让你放心的 大块斗鱼 吃到饱嘛 就以前没有什么吃到饱概念 对 可是去蒙古烤肉就吃到饱了 那吃到饱就说 后来因为转来转去 现在 陈基思汗还在 那可是他转离地点了 搬到中山分岐那里 他本来在 华航的对面 那 他们有做外汇 嗯 你如果说 很多朋友要知道 他们 大活动是可以 他会带那个 那个烤肉板去 然后大活动 好棒 你知道你办同学会 或什么 刚刚两海来了 欢迎 小董真心话 为何看很多新闻 看得很气 因为很多新闻就长一天 昨天世界有个很大新闻就是 土耳其总 总 要把十个国家的大使 把他赶出去 大家都在讨论 有人是 昨天有人要我评我 我说这种新闻不会久了 不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 这十个国家的大使 跟土耳其道歉 说我们尊重你的法律 因为他们本来要求 土耳其总统 你必须把一个 异议人士给我放了 美国带头哦 德国哦 德国是欧盟领袖 美国呢 美国大家更不用讲 他认为他世界领袖 所以美国跟德国 还有法国 这些国家加起来不得了 如果 梅克尔离开以后 欧盟的领袖就是马克宏 当然马克宏要连任 但是他应该也会连任 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丑闻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德国变法国 但是他们欧盟还是存在啊 他们自己以为很了不起 欧盟大家认为他们比较文明 程度比较高 这也是事实的啊 但是他们很多东西其实是大小眼 欧盟是个大小眼的团体啊 你要怎么讲他大小眼啊 听说最简单的 西班牙的加塞隆纳 大家知道 那时候邦克奥运 那他们这个 加塞隆纳 他的神啊 他们放公投 结果欧盟不承认了 他们的公投的负责人 到处逃亡 最近被抓到了 我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大概两三个礼拜前 被抓到了 过去很多国家假装说收留他一下 收留他一下 那为什么 因为违反西班牙的法律 当欧盟这些国家讲到别人的公投 他们就很大声啊 最好香港人也可以公投 你们都可以独立 台湾也可以公投独立 对他们就好像这样 可是碰到自己的肺炎口碰到了 每个人进入寒蝉之外 还说 你们加塞隆尼亚是违法的 你们怎么可以办公投 我们为什么不能办公投 我们为什么不能办公投 我们想独立啊 你们不能独立 那你为什么每天去鼓励新疆西藏独立 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为善 都骗子 各位全世界都是骗子 当然台湾最多了 台湾的骗子出名 台湾有一次 在被西班牙逮捕200多个骗徒 一口气逮捕200多个 不得了吧 一个集团啊 然后民进党政府不敢出声 全部送到中国大陆 到中国大陆坐牢是很辛苦的 对不对 大家很清楚 他们那种恩怨分明 你来坐牢我就让你体会什么叫坐牢 坐牢就舒服不了啊 所以我们有一些台湾的骗徒 没有被送到中国大陆到机场 翻身雷动 一下飞机翻身雷动 哎呀终于 没有送到大陆了 大家庆贺你知道吗 有的人在机场就当场被释放了 各位在台湾就是犯罪天堂啊 台湾只要跟民进党挂在一块 你要犯罪那太爽了 我讲就是一个实情啊 在机场当场释放了 人家把他押解回国 当场在机场就释放就回家了 当骗徒啊 因为民进党大骗徒照顾小骗徒啊 他们一起骗 马正午时代呢 马正午时代在肯雅 他们要求肯雅这些骗徒 马上有 不准让他带到中国大陆 出卖狗格 我们的狗人怎么可以被他抓去 你狗人 你狗人 肯雅认为中国只有一个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 对不对 然后你们在肯雅骗谁 你们肯雅都骗大陆人啊 大陆是受害者 然后没有管理权 合理吗 民进党前党 前党哦 你所有叫得出比较有名的那些立委 至少三十个 包括 没有民进党的黄国昌都开骂 上前入口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现在呢 到欧洲到哪里 东欧 我们被抓的骗徒都已经超过五百个了 通通送去大陆 没有人做新闻了 自由时报 过去 山立他们最喜欢讲这一块 即使是 骗徒 只要他是台湾人就不能被抓去大陆 在国外到处骗都可以 我们是以骗数在国际上扬名立万 我们是以骗数在台湾治国的 蔡英文就是在骗 哪一样不骗 对不对 他每一样都做不到 所以我刚特别讲 台湾民力调查基金会 这个民调 它的重点在这里 不是说 哎呀政党支持度 哎呀民众 可爱国民党 不可能啊 我告诉你 投票绝对不可能 但是 为什么 柯文哲最近的声浪比较高 因为他就是 在炒我刚刚讲的 基隆轻轨 基隆轻 各位朋友大概这半年来 听我的节目 我们节目或者电视 我就讲很多次了 我说那就是个大骗局 我们现在都有 蔡英文的录影带 我们也调也调得出来 蔡英文打包票 2022年 基隆火车站 到南港火车站 通车 我只要花80亿啊 其实是80而已 哇 这是基隆30年来最大的建设 哇 蔡英文讲啊 骗子讲话比谁都大声啊 各位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大家都在骗啊 小益也在骗啊 他骗你说 哎你看 哇这个 对不对 这个不雅照 你看这个 这个不雅的影片啊 不是照 不雅的影片你看 这个是高嘉宜耶 这是黄洁耶 赶快来 那就很多人下去买 买他的影带啊 他把人家脸换了 可恶至极啊 对不对 可是他赚很多钱 他买了这套软体多少钱你知道 150块的人民币啊 600多块而已啊 他赚了多少钱啊 1000多万啊 各位朋友你 你这种 这种小小软体就可以做成这样 你每个人想不想犯这种罪 想啊 对不对 你可以赚那么多钱耶 他是小骗子啊 妄爱哄话 没错啊 那他是小骗子 啊大骗子啊 大骗子 一个国家被他骗了 大家还听他鼓掌 蔡英文的支持度50%以上啊 台湾年轻人都支持蔡英文啊 全世界只有两个这样的国家 一个是北韩啊 北韩年轻人都支持金正恩啊 然后他们就做金正恩的新闻 金正恩已经死了 被他妹妹杀了 哇 美国的媒体在做啊 好可笑啊 要是他妹妹 一个月没有在媒体上看到 他妹妹已经被他杀了 大家记得 金正恩被金正恩杀掉的新闻有多久 吵了好几天啊 说金正恩有46天 没有在媒体铺钩 被他哥哥给干掉了 然后现在呢 现在说 金正恩把他哥哥干掉 现在出来这个金正恩是假的 是替身 现在金正恩已经大钱掌握在手上 哇 反正北韩的故事大家都可以编啊 金正恩也不会出来告你啊 对不对 各位 每个人都在编新闻 到处都是骗子 媒体骗得最厉害 最传神啊 讲得活灵活现啊 结果金正恩有没有死 金正恩当然没有死啊 谁帮他更正 蓝寒帮他更正啊 说胡说八道 蓝寒欸 蓝寒说金正恩还活得好好的 你不相信欸 不相信明天再发射一个飞当给你看啊 各位就这么回事 各位那台湾呢 台湾我们说金正恩死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绿色媒体 那些名嘴就死了 你看那个牙齿就不像啊 那个鼻子 那个嘴唇比较厚啊 怎么样 大家拿出一堆正恩记 告诉我们金正恩已经死了 他到底是死是活 一阵子就会传一下子 各位朋友 台湾都是假新闻 假新闻配合这个骗子总统 然后每天在做 不是吗 小总指正利利啊 台湾的假新闻 告诉你三峡大坝要垮了 各位 已经讲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也没垮啊 他们告诉你三峡大坝很薄啊 共产党根本没有钱啊 对不对 三峡大坝有多厚呢 那坝底只有16.5公分 16.5公分才这样啊 哇 那这个还可以做坝 哇 那个坝 那么高根本就很薄嘛 那是像鸡蛋壳嘛 各位是真来讲 当然是假 可是他们可以做一个月 然后哇 利盈的媒体 然后他的支持者 817大家听了好开心哦 哎呀 共产党就是落后 就是不得了 你看哎呀 不以人民的命为命 一个坝 一个水坝的霸体 力量只有16.5公分 各位 啊不是要垮了吗 为什么没有垮 为什么没有人去找他算账 所以你都骗我 没有啊 利盈每天就在编故事 跟他的总统一样 他们每天就在编故事 编了被你拆穿以后 再讲其他的 对不对 你要讲 你要我讲基隆青鬼 没有 基隆青鬼我们已经不谈 那是前面的话题 我们现在讲捷印耶 你们有没有做过台北捷印 很方便 对不对 你看 有捷印才是高级人啊 才高尚的人 所以台北有捷印不行 基隆一定要有 基隆有不行 台中一定要有 台中有也不行 现在基隆也要有 你看 都有尊严啊 高铁的道理也一样 每个站 每个站为什么要停 为什么基隆 为什么高雄要沿到屏东 你看不起屏东人啊 你们可以有 我为什么不能有 对不对 他的概念就这样啊 宜蘭为什么要有高铁 你们西部的人通通有 我们东部的人 为什么没有 哇 大家来嘛 把很多民粹搞得很漂亮 最后片子还是片子 只是比变得比较大而已